近日,隋同伦娜的世界,一起被交易至猛龙的大名格林,在参加过内某一道知名节目的时候,不经意曝光了上赛季自己曾带上出战,遭遇复古沟撕裂,这位被马斯多一检查出来的事情。 要知道,在NBA赛场上的任何伤病都是不可忽视的,就会从小伤变成大伤,而在大伤之后,也会彻底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 不过格林最后并没有在节目上指责马斯的医疗团队,因为他认为,没有人能成为所有种类伤病的专家,即使自己因此不知带伤打了多久,冒了多大的风险。 而对于上赛季伦纳德在打了9场比赛后,寻求第二医疗团队重新检测的事情,格林也表示了理解,因为自己也曾想过,是不是应该寻求第二医疗,但因为相信马斯的医疗团队并没有这样做。 所以直到赛季伦纳德做了一次按摩完才发现那个拉伤其实是小森烈,都知道格林事件的始末。 那么对于伦纳德当时的选择就很好理解了,首先他也是相信马斯的队一,上场比赛了9场。 可是在发现不对劲后,他做出了和格林完全不同的选择,他开始寻求第二医疗队伍的帮助,并且从此不相信马斯的队一。 其实伦纳德的行为很好理解,当他知道自己冒着职业生涯,报销的打球的时候,相信自那一刻起,他对马斯队一的好感度,已经降低到极限了吧。 所以后来才有了伦纳德,想求对马斯一伤病的事情,以至于马斯因怀疑伦纳德根本就没,有伤病,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带合同而已。 就这样,伦纳德和马斯的矛盾进一步激发,首先伦纳德忍不住球队队一误诊,让自己冒着职业生涯报销的风险不满,再加上马斯根本就不信任他,所以才有了离开的心,而马斯方面可能就更无辜了。 明明对医的检查结果一点问题也没有啊,要让我们相信,也得出具伤病报告,偏偏伦纳德就不鸟他们。 那么造成这一矛盾错的是谁,首先马斯本身并没有错,只是对医的医疗水平有待提高而已。 只要当时肯向马斯解释,或提供伤病报告,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么多事情了,而伦纳德错在哪里? 他最大的错误就是鼓错了经纪人,自己的请舅舅,他为了提高伦纳德的商业价值,估计私下没少向伦纳德灌输他的商业理念吧。 这也才导致了后续的伦纳德,吵着闹着飞洛杉矶不去,是已至此,以马斯的精明,怎么可能等明年伦纳德成为自由求人呢? 当然是交易换筹码了,所以说,这件事情的始末大概就是如此,马斯错在对一,小卡错在信错了卡就,大家觉得呢?